要相平 所以你坐在这里的时候 数量要放这个相平 还有一个就是说 要测血压的时候 最好是联系测两次 或者两次以上 那么其他的平均值 那么这样的血压就是 比较准确反应 还有会不会呢 就是个人特别兴奋的时候 是有点刺激 比如帝哥两个美女中间抹鼻血 那时候就会升高一点 终于解释为什么你会有1.25了 他有得救 所以比较激动 其实数值不一定是重量 会有波动 会有波动的 紧张 情细激动的时候 紧张的时候 血压会高一点 但是一般都不会达到 他的数损压不会超过140这样 当然如果去看他前期的 基础的血压是多少 所以一个人的血压 是有一定的波动的 那数损压超过140 我们都说他这个人病人 那么都是搞血压了 或者数张压 那么超过90 我们都把它定义为高血压 我听了王教授说之后 就招了一个新的名词 就叫高血压前期 既然是高血压前期的话 都很害怕了 会不会自己会得高血压呢 有没有方法去预防呢 如果是属于前期的 好减它 那么高血压前期 我们就要用各种方法去干预它 不要让它发展成为高血压 因为血压高 那么它对我们人体 是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就是说对心脑血管疾病 那么都发生 那么血压一定要控制好 如果资料说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血压不控制 高血压的病人如果不控制 如果60%这样的病人 会死以心脑血管的疾病 有些如果10%左右 那么会发展成心 肾 脑 这样的其他的疾病 所以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 就是说你把血压控制好了 相当于做入了心脑血管病的延凶 这样的一种说法 高血压的控制怎么样强调 我觉得都不是过分的 那么有些街坊就说 如果真的有高血压的话 很麻烦 一吃开药就要听说 整世都要吃过 是不是一定一定脱得到 是 是不是脱得到呢 高血压有程度的不同 有一级 二级 三级这样的分类 那么如果就是说 这个病人只是出于高血压的前期 高血压的前期 或者一级的高血压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还是有很多方法去干预他的 让他的血压稳定在这个范围 稳定在正常的范围 或者一直稳定在高血压的前期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一定吃药 那么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去干预他 那么这个是在现代医学 我们的西医也有方法 中医也有自己的方法 那么一般来说有什么方法呢 一个就是说可以吃点药物 用一定的中药 或者副方的降压 这种的产 那么我这个带出来的 中医健康教育的一个处方呢 主要是针对高血压前期的病人 设立的 当然对于一级或者二级的高血压的这样病人 也可以用这些方法 那么第一个处方呢 我带来了两个验方 第一个呢 是我自己在临床过程中经常用的 一个中药的复方降压场 那么它有六七位 六位七位的中药所组成 第一个是葛根 用十五克 三杂用十克 下枯草十克 鸡花十五克 枸杞十五克 单生十五克 这个复方降压场呢 那么你可以用三碗的拌水 煎制一碗水 那么每天复用一次 那么大概呢 一个星期 复用三到五次 这个是第一个重要 复方降压场 第二个比较好的验方呢 是我们芹菜的籽跟大枣 两个合在一块的 芹菜籽大枣茶 那么它用芹菜籽二十克 大枣呢 用三到五枚 那么用开水 冲茶 这样呢 待茶饮就可以了 这两个比较好的验方 看到芹菜这件事 我想起平时老人家常常说 吃些芹菜可以过瓣 对,低血压的吃了还会头昏 那就是降压 是降压的芹菜 对 这两个方看起来都是很好喝 很好吃的东西 完全不一样 放到猪肉还好吃 对 教授那些大早上去核 怕它会臭 可以 切掉那个盒 切掉盒 盒一般会有上火 比较容易上火 那除了说日常饮用的茶之外 还有一些是中医的方法 是可以是降压的 看到第二个 那么第二个处方呢 是用敷脚心 那么脚心这个一个穴位来的 是我们中医的用前这个穴位 那么用的药物呢 是无珠仪用二十克 副子用一百克 这两个药呢 把它捣碎 加上生姜 生姜一起捣碎 在调的构成中 可以加少量的白醋 醋 那么调成一个膏脏 那么晚上呢 起十量的敷在脚心里面 用胶布固定它 那么一个星期可以做三到五次 当然七天也可以 那么这个呢 降压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如果已经是高血压的 用这种方法 可不可以令到血压是正常的 也会 就是说让它的血压 就是说控制比较好 那可以用 那么第三个处方呢 就是一个可以用 我们经常用的 中药的泡脚的方法 那么中药泡脚的方法 我这里用的药物呢 是四种药 第一个是 沟疼二十克 桑枝二十克 下苦草三十克 葱围子十五克 那么它可以泡水 那么就是泡脚 这个呢 对高血压的病人 是有安神的作用 水温有多高 因为我知道其实高血压 或者是心血管有时的朋友 泡温泉也要很小心 如果泡脚 我需要说水温 或者是泡多久呢 中药泡脚有什么讲究呢 除了泡脚 王主任还有哪些粮方 可以预防高血压呢 下一节回来 王主任还会跟大家介绍 实用的高血压中医健康教育处方 包括药枕、食疗等等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满满好时光 源自满满浓醇滋味 好时起起奶香、百巧克力 好时一克、好时每克 现在买剩两条 心血管有时的朋友 浸温泉也要很小心的 如果泡脚 要不要说水温 或者是浸多久呢 水温一般最好是控制在 45度以下 45度以下 也因个体而已 很少看到感受度 一般40度 那么温度 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 那浸泡的时间是在15分钟到30分钟 如果在泡脚的过程中有不舒服 可以停止 一般这个是说对三次的高血压 那我们就是说不太主张水温太高 如果就是一级跟二级的高血压 那么你用45度的水 那么这样泡 我觉得还是安全的 那些可以安全的 换句话来说 如果高血压的患者 其实他可能都不能够用太热的水来冲凉 是不是这样呢 也是不要太热的水 所以温泉或桑拿 都说高血压的就要浸泳 是的 高血压、心脏、心脑、心脑、血管 都要小心 而且很多正常人都会建议 15分钟就要起水了 不要泡太长时间 对,不要泡太长时间 时间… 冲凉在25分钟左右 25分钟左右 特别现在天气冷 可能很多人都打算去浸泡 或者是冲凉 像汤珠那样热的水来冲凉 所以高血压的就要小心一点 是的… 好,好,来 就要看倒数第二个 多特别 有一个就是说可以用药枕 那么药枕呢 就是也是用中药 那么用野极花100克 淡竹叶50克 瓷石50克 曼金子30克 夏苦草100 洁明子可以用到500克 桑叶100克 木香20克 还有个蚕沙20克 这些中药把它捣碎 就是说做成一个枕头 药枕 药枕 那么晚上睡觉 它可以有降压 安省的作用 好像有些医院会专门 帮你配这些药枕 已经是做好的了 但是我想知道呢 那么多样东西 混合 有什么味 散发出来是有什么味 很好闻的 有一个芳香的气味 所以这个还是可以值得用的 就是如果是没有这种高压的症状的人 其实用这种药枕 睡觉的话 一样都是可以起到一个预防 保健的作用 保健 保健的作用 气入年薪安省的作用 还有一个处方物 那个就干预 那我觉得呢 就是说高血压的病人 包括也是高血压前期的病人 我们要让病人认识到 那么高血压的危害 所以他认识上的干预 要跟他 要知道 就是说平时要做一点健康的教育 对病人 要进行一个高血压的 致时的普及 那么让他认识到高血压的危害性 所以认识上让他重视起来 第二个就是说认识上 企及上 跟他的生活习惯 心理跟运动 这些都是一个综合的干预 这个也包括这些 干预效果比较好的 还是高血压前期 或者一级 那么一级高血压的这样的病人 当然二级跟三级的高血压的病人 我们还是主张 要在西药 那么降牙药的基础上 在服用 在用这些方法 一般就是说 二级以上的高血压 我们是说 一定要 就是说降牙药 一定要定时的 那么就是说服用 不能够自行把药停下来 所以那么 二级以上的高血压 上面的那个 这个健康教育处防可以用 但是西药 还是一定要 要继续服用 这些服装 是 中医 就是说用食物 那么也有 就是说对高血压进行干预的 那么我介绍一个粥 那么粥呢 用芹菜粥 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 芹菜用到一斤 五百克 耿米用一百克 然后煮粥 那么可以进行 就是说明天吃一到两次 那么对高血压是有帮助的 其实是不是就是在蔬菜里面 芹菜对于降血压的效果是最好的 最好 它是说对血压的干预有效果 如果有些观众就说 既然芹菜那么好 天天都吃芹菜 其实行不行的呢 天天都吃 天天吃 一个就可能就是说你会腻了 那这样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觉得也没有必要天天吃 当然它会有降压的作用 我们还是要定期的测一下血压 如果血压太低了 我们还不太阻挡天天肉 就是吃到满就不好了 但芹菜煮粥是经济实惠方便 是吧 大家都很容易做得到 在家里花费也不多 那么还有一个我可以觉得 就是说中医的日米酥 日米酥龟糖 粟米酥 粟米酥 你听不懂它是掉了它 在市场上买一只龟回来 洗干净 去掉内脏 把头脂去掉 那么就放进砂锅里面去 然后加上一百克的 日米酥 日米酥 那么包成一个汤 那么可以喝汤吃肉 这个也是在临床过程中 我经常介绍病人用 那么日米酥它有利尿的作用 那么我们终于认为它 还是有降压的作用 我们广州人最实际的了 煲了煲汤 没理由只说压高的人喝 全家都可以喝 全家太小 其实能不能喝 男女老少 能不能喝 男女老少都可以服用 这个男女老少都是可以服用的 不要过量就行了 不要过量 就是说一个星期大概是五次 三到五次 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当然刚刚说到的一个粥 和一个汤 我还想知道如果患有高血压 还有什么食物 平时我们可以注意来 可以多吃一点的呢 高血压的饮食 一般来说我们觉得 就是说中医认为是清淡 清淡的 容易消化的这样的饮食 不要吃那么多咸的东西 辣椒 太咸的东西 辣啊 咸啊 辛辣 辛辣 刺激的 刺激的那些 刺激性比较大的 甜的那些都不行呢 我想知道 太咸 高血压的盐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糖呢 糖也没有控制 不能够太咸 资料选顺一般来说 一天的盐控制在六克以下 吃不吃得甜呢 甜的呢 甜的对高血压也不太好 我们也不主张吃太甜的 口味全都要清淡 即逢好吃的东西 其实你都要比一比 清淡, 不容易消化 如果想预防和治疗高血压 就要首先从饮食入手 太甜太咸 难消化的食物不宜多食 高血压患者可以服用芹菜粥 玉米素桂汤有降压的作用 接着来考考大家 高血压患者有什么饮食感忌呢 A, 番薯 B, 饼干 C, 金枪鱼 D, 葱 E, 玉米 F, 芥菜 可能是金枪鱼 我觉得是葱 一定不应该吃太多 葱应该不… 葱应该不… 因为辛辣 辛辣会令人有刺激 有刺激吧 有刺激吧 就是攻鼻的刺激 因为其实姜、葱、蒜 这几件事 其实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说 心率或血气的运行都会… 就是有劲调味 令人感激 刺激 但这些是我们常用的东西 我觉得还有一个嫌疑对象 就是金枪鱼 但我又不敢… 即是拆拿鱼 对, 我又不敢很确认 有何擔心 我觉得有三样 番薯、饼干、葱 好, 曼妮有什么補充 我选择饼干和金枪鱼 因为葱可能经常吃的 这些上次的东西 应该没什么事 饼干就… 因为我是属于低血压 所以我很喜欢吃饼干 如果它反过来 就应该是… 我觉得饼干一定是不行的 应该是不行的 是的… 好了, 你们不听, 你们两个讨论吧 马上马上我们专家 高血压这些饮食禁剂 这里列了ABCDE的六项 实际上这六项都不太合适 六项之类都不太合适 都对的 是 就是要小吃 一样一样来说呢 小吃 第一个番薯 番薯呢 就吃的太多 它散气比较多 吃了以后酸心 那么所以番薯 那么一般来说呢 高血压也是尽量少吃 那么散气 饼干就是含糖啊 盐比较多 那么吃的饼干多呢 一个人会肥胖 肥胖那么血脂高 那就对高血压也是不利的 金枪鱼 金枪鱼呢是饱和脂肪酸比较多 还有脂肪比较多 金枪鱼也是不太主张 现在又这样 葱呢是一个刺激性的食物 那么高血压的病人实际上要尽量少吃刺激性的食物 葱也是不太合适 既然说到葱 打擦一下 刚刚Dee哥说到姜、葱、蒜 是不是都尽量脂肪酸呢 蒜头还是主张吃 但是姜、葱这些刺激性的 特别是对血压比较高的 二级以上的高血压病 我们还是主张刺激性的 那还有韭菜 韭菜也是 韭菜也是 香菜 香菜 比如芥菜 芥菜实际上 这里说的芥菜实际上 应该来说是一种芥菜头 比较辣的 那种辛辣刺激的芥菜 广东人说的一般大芥菜 或者春菜 这个 那边可以 是不是我们说的 芥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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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日米呢 就是说是 它含纤维比较多 那也有些专家也主张少吃 但是少吃 所以你们就拿粟米 那些米就给我们吃 那些粟就给它 所以我们买粟米回来 就拿粟米来煮水 但是粟米可以釣进去 粟米可以釣进去 其实大自然真的很神奇 对 譬如说粟米 粟米粒和粟米酥 是两种不同的作用 是天词的 是 人时上我们就觉得这样的东西 还是少吃为好 对高血压的变成少吃 对 原来番薯、饼干、金枪鱼、玉米 以及葱、姜、韭菜、芥菜 这些食物 不是那么适合高血压患者食用 大家要有所技巧才行 那究竟哪些食物 适合高血压患者多吃呢 接下来考考大家 以下哪些食物具有钢压的作用 A,桑寄生 B,沙葛 C,污门 D,牛房 E,半大海 所有做电视的人 我认为用声音的人都会认识 盘大海 这个一定有钢压 因为它很寒冷 牛旁也是,沙葛也是 也是吧 对 我觉得也是 我曾经试过 酥酸地 喝那些酥酸地 又暈 不是那么舒服 暈了 喝过一刻也不舒服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药就是张曼 只要张曼你一试 但我喝污梅很舒服 我煮污梅汁喝很舒服 那会否污梅是不行的 对 可能多就不行 不是,我夏天喝 我夏天喝很多污梅汁 按我的理解 污梅的作用 其实它可以通血脂、降血脂 喝得多这些 它里面的血管里面的垃圾 或者脂肪就会消解 哪种是可以的 酥酸、砂锅、乌梅、牛房 跟胖大海 持有降压作用的 我们认为是酥酸、砂锅 这两个是比较肯定的 那么持有降压的作用 乌梅是一个 就是比较生筋、止磕 那这个降压的作用不太好 没有主张这样说 牛蒡可以是一种蔬菜 牛蒡只是我们的中药 但是牛蒡当做一种蔬菜的时候 那么我们觉得高血压的病人 那么也可以吃 但是它降压作用也不太明显 胖大海是一种清润咽喉 主要治疗、生沙 就是说喉咙不舒服 所以持有降压作用的 比较肯定的 一个是酥酸、一个是砂锅 那样 就是豆瓣全红 没有小偷 牛蒡大气身一定是 我喝污梅汁这么舒服 看来以后带着你们两个 知道哪些是可以说的 可惨了,我们好像约人去试药 我有一个新的问题 我想很多女的都知道 每个月很喜欢吃一样东西 会吃桑技生煲鸡蛋 如果桑技生是降压作用的话 那为什么这么多广大女性都可以吃呢 桑技生中心认为是一个补养肝胜 有补血的作用 它治疗高血压主要是 对血虚性的高血压效果比较好 就是说它在临床过程中 它还是有降压的作用 当然中药有些是有 伤相调节的作用 高血压的病人 那么它可以有降压的作用 如果你血压低 那么它吃桑技生 它就不会起降压的作用 它是不一样的关系 养血这方面上 智能的就是它 是,桑技生的 无关负责,很多人都可以吃 那你建议桑技生 是跟什么搭配会比较好呢 桑技生可以单独泡水喝也可以 加上度重 我在临床过程中呢 就是桑技生用30克 度重15克 那么叫病人冲茶喝 或者泡水喝 这样都可以 如果味道不好 才要加一两味大枣 加两味生红枣 一到两枚就可以 沙割平时我们都是煮菜多的 那煮些什么菜有帮助呢 沙割中药我们经常用来入肉 当作一个中药用 它就有改善脑工学的作用 也可以用来做菜 做菜也可以 沙割炒肉 炒肉业 炒猪肉 炒猪肉业 沙割再加上芹菜 再炒肉片 芹菜一定要有 这种是比较好的健康的 又可以角度 又可以有得吃 就是那个食粮食 那个菜食 好 我刚刚听到黄教授 真的介绍了很多 知道了 胃高血压患者 又或者是高血压前期症状的朋友 就像Dee哥那样 应该吃什么 以及不应该吃什么 但是作为胃高血压的患者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马上开始我们的健康达人 看看问题 最近天气異常 不冷忽热 加上黄衣经常应酬亲友 大鱼大肉小不免 回家的时候出现头晕 头痛、心跪的症状 不是很头暈吗 是 是量下血压 是失量下 不知道是否昨天 应酬得太贫泡 是否血压高压 有量血压 黄叔帮黄衣量血压 发现高压是139 低压是84 觉得黄衣血压偏高 差不多到高血压的阶段 于是要黄衣用萝卜麻 冲茶喝 说萝卜麻可以降血压 冲好 你喝了它就很快就好了 请问用萝卜麻沖茶喝 是否可以起到降血压的保健作用呢 用萝卜麻来沖茶 可否降血压呢 因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头晕症状 我们在家里可以用什么方法治疗呢 高血压患者有什么运动不适合呢 下一节回来 黄主任为大家详细讲解 内容精彩, 不容错过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减兴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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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平衡的方法就是每天用三克的萝卜麻来沖茶喝 每一天 究竟这种方法可否起到降压的作用呢 它服用萝卜麻 萝卜麻实际上是中药 它具有降压的作用 少量的萝卜麻 三克 每天服用 对血压是有调整下降的作用 所以它这个做法还是可以的 当然还要结合其他的方法 认动 心理的调节 这些不要在饮食上 不要吃太辣的 太咸的 整个综合的干预它 让它不要发展成高血压 或者一直稳定在高血压前期 所以服用萝卜麻 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 对高血压前期的病人 在临床过程中 我们还是经常用 其实如果是自己 在家里用这些保健的方法 要试多久 证明它有效还是没有效呢 大概要多长才知道 这个时间要长一点 一般我们现在观察病人 一般要三个月 三个月以上 三个月到半年 所以高血压前期的一个干预 先喝三个月先 自己看看 可以这样去做 当然结合其他的方法 让它的血压一直稳定 不要发展什么样的 这就是多数人 除了刚刚我们要选择适合的药材 以及一些食物 用来做茶饮之外 还最关键 刚刚听到教授说的一件事 就是要坚持 胃腐尖坚持 一定要三个月才会见效 三至六个月 三至六个月 目前高血压患者又要注意什么呢 继续我们健康大人看问题 吃得很饱 你还吃这么饱 上一次的血压高 你现在两轮压 黄衣一量血压 拍了一镜 高压已经去到144 黄叔觉得黄衣的血压 飙得这么高 是最近吃得太多 导致肥半引起 于是要黄衣用健福轮 来减肚腩 以达到降压的效果 每次十个 每次十个 这样做的 我懂 你试一下 试一下 这样行吗 是 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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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辛苦 继续做可以 很辛苦 可以 请问 使用健福轮 这种运动方法 对降压有没有用呢 究竟用健福轮 来减肚腩 达到降压的作用 这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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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科学的呢 这种做法 我们是不主张的 运动对高血压的关系 是由它的疗效 但是它的原则 一个就是说 要随随 渐进 从小运动量开始 而且呢 要分歧 高血压前期 跟一级的高血压的病人 那么我们呢 就运动量 稍微可以大一点 那么二级跟高 三级的高血压的病人 那么运动量 不能够太大 它有一个原则 一般的原则 就是运动的原则 就是说 高血压的病人 尽量不要去做 那些低头弯腰的动作 低头弯腰的 健福轮的这个 低头弯腰 就是一个弯腰 这个血是冲落头的 就不对的 这个是不太 不主张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 就是一个 不能够太激烈 不能够太激烈的一个运动 所以它这种方法 是不对的 很容易引起 那么就是说 脑血管的意外 很容易引起 你说不能够低头弯腰 那我们的街坊 如果在家里 就是有高血压的朋友 就是做家务 都要注意一点 是不是 不要做太多 做太多 这样的动作 不要做太多 这样的动作 自我保护一下 这些就不适合了 那如果是对于高血压的患者 或者是前期症状的患者 那有什么运动 是对他们做的呢 实际上最好的运动呢 我们觉得呢 就是一个 有氧的一个锻炼 太激 太激前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太激 我们观察个病人 我觉得一个就是说 慢跑步 不行 打太激前 这对高血压的干预 是比较好的一个运动 但是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坚持 运动它有个原则 那么我们可以记住三个字 一个叫三五七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是指慢跑 或者步行 快走这个的运动比较多 就是说每天 然后就走三公里 时间在三十分钟 那么这个第一个三 是这样的意思 步行的步伐呢 一般是三十 三十公分 这样的 三 我觉得是这个三 三十公分 每天要走三公里 最少要三公里 那么三十分钟 那么五呢 是说每周的时间 是它这个频度的问题 每周呢 是要达到五次 五次比较好 那么运动的那个效应呢 运动一天以后 一般是一到两天 它会起作用 所以那么一个星期是五次 如果对工作比较忙的人呢 那么应该来说 也不应该少以三次 不应该少以三次运动 七呢 是指我们运动的时候的心力 运动后的一个心力 加上你的年龄 不要再等于一百七 不要超过一百七 所以高血压的关义的运动呢 要记住三个字 三五七 三五七 就是一定要记住 三五七的这个原则 是吧 三五七这个原则 我觉得今期真的很丰富 是 经压王教授讲了之后 从饮食 从怎么样去看这个血压计 到刚刚讲的一个运动的原则 三五七的原则 包括包裸万有 而且加上你用什么枕头 最后有请了王教授 和我们总结一下 高血压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 那么我们医院人一定要重视 全民都要重视 对高血压的前期的病人 我们可以用中医 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方法 进行一个干液 干液的次是包括 第一个可以吃 可以服用我们中药的 富方的酱芽茶 芹菜籽 加上大枣冲茶 那么还可以用 敷脚心啊 那个泡脚啊 那么加上呢 日识适当的运动啊 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一定要 日识要坚持 只要你坚持 那么对高血压前期的病人 我们是可以 不让他发展成为高血压 每天就要测一下我们的血压 让你至少你自己的血压 那么对高血压的议防 中医加上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可以达到那么控制血压 不让他发展成为高血压的目的 好的 多谢王教授 小榮补充多一句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高血压 是老人家的专利 如果对于年轻小孩来说 你不注意饮食 不注意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的话 一样都有可能你的血压 可以去你的血管 可能达到70岁的高龄 对了 高血压是一种很常见的疾病 大家记住持之以恒 还有自身引起重视 这样才可以远离高血压 好了 今期《健康百分》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感谢你收看 《健康百分》 健康、生活更纷纷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